我叫了白汁 有點煩 有點雞王 以後我打了賀尼奇奧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鬥陣快寶系列 我們會在這個系列中跟大家報導 這個星期中最新的OLFORGE新聞 同時有機會的話也會跟大家報導 有關OLFORGE電競聯賽新聞 先前也說過一點 因為之前整個月電腦壞了 諸如此類各種情況 所以這個系列就停了一段時間 希望可以開回它 繼續維持下去 既然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始講講這個星期有什麼新聞 第一就是關於這個寧道叛亂2 即是下一次的限時活動 因為他現在應該都會改名 所以寧道叛亂好像也不太對 比較正確的名稱 就可能是這個捍衛者資料庫定期活動 那為什麼這樣叫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在這個PTR 就是最重要的PTR 我們一會再講它 在PTR上面那個之前的寧道叛亂的戰利品商 現在就譯名為這個資料庫戰利品商 就代表他應該有關的活動 都會跟O4H做的 即是捍衛者的過去發生的任務有關 另外在官方的FB和Twitter上面 也發佈了有關今年這個寧道叛亂活動的宣傳短片 應該就在畫面上出現 大家可以看到 在影片上面 顯示了活動開始日期就是4月11號 應該在歐美時區是10號 亞洲時區是4月11號 但這條影片雖然就像去年那條寧道叛亂的宣傳片 但有幾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在這條短片之中出現了幾個Glitch的畫格 後面就顯示了另一個任務出來 大家如果看清楚 這裡就寫著任務編號274 然後它就由7年前進入變8年前 而且它的機密程度是極機密紅色 所以意味著我們今年的任務 就是剛剛Glitch出來的秘密任務 還有這條短片的背景上面 亦都出現了黑衛部隊的標誌 即是這個特殊組 即是本身的Old Forge組織裡面 一個特殊部門 或是專門做一些不見得光的東西 所以我們接下來這次的新活動 我猜可能會出現的故事 很多人都推測會跟黑衛部隊有關 同時在Reddit上面 近日出現了一幅來自澳洲墨爾本的 Old Forge宣傳壁畫 它上面的壁畫 應該在畫面上會有 顯示了牛仔麥卡利和原市 去到一個疑似案發現場的地方 它的背景疑似也是多拉多的地圖 類似這類的樣子 所以遊戲裡面真的有四個黑衛部隊的角色 即是本身來自黑衛部隊的角色 剛才說有麥卡利和原市 另外還有死神和沒有的Eli也是 所以可能他們就會好像上一年 就組織一個四人小隊出任務 到時候我們應該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特發更新報 剛剛官方已經釋出了一條新的Uprising 這個零度叛亂的今年的宣傳片 到最後的部分 就顯示出正在開啟檔案00274 正在開啟檔案00274 正在是我們正在說的秘密檔案 所以更加可以確認 我們今年有的新任務 就是這個00274高度機密的任務 大家記得去期待一下 第二樣就是有關直接進了Live版本的 英雄平衡改動 這個改動是沒有進PTR的 所以就分開出來說 這個Sombra就是鞋影 它那個Hack的技能 就有些改動的基本上是Nerf 首先第一樣就是移除了0.1秒的蟹入緩衝時間 這件我覺得應該都要改的 因為之前發生了很多轉角之後 仍然會Hack的目標 就有點不公平 所以這個我覺得改動也算均真 但是第二樣我自己也不喜歡 就是當它使用鞋影的時候 當施放進行中 很奇怪的中文 如果它被傷害中斷的話 這個技能就會強制進入2秒冷卻 之前你被傷害中斷 其實沒事了 可以重新開始嘗試用Hack的技能 但是現在就會強制進入冷卻 但是我覺得這樣就好像弱化了Sombra好像很多 你偷襲底下不成功就基本上廢了 我覺得不算一個很好的改動 我自己希望它轉回頭 另外再補充多一點 如果大家沒有去留意到這件事 自從上個星期 迫姬推出了正式服 其實它還有一句細字 就是說迫姬在接下來第10賽季 才會正式加入競技模式 在現在這段時間 你就不會在競技模式玩到迫姬 我猜大家如果有試過競技模式 應該都知道這件事 不過In case你不知道 我們在這裡再補充多一次 接下來也講一些關於Overwatch League的新聞 即職業電競聯盟 一段時間都沒有報告過 這段時間之內 Overwatch League Stage 2 即第二階段的比賽 已經到結尾了 季後賽也完成了 所以整個第一賽季已經進行了一半 今次第二賽季後賽的冠軍 就是紐約進步者隊 好像是這樣 即是紐約那隊 上次輸給倫敦隊 去到最後剛剛輸給倫敦隊 今次他們終於可以拿回 歸後賽的冠軍 如果你支持他們那隊 就恭喜了 而講起Overwatch League的新聞 最後我們平時有推薦Overwatch League比賽 給大家看一下環節 但由於整個第二階段 又不是賽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比賽 幾個星期沒有出過 Overwatch News的環節 所以我覺得一次介紹這麼多場比賽 就好像不太好 一來首先不好意思大家 二來我決定 趁這個機會推薦 一些在第二階段 我比較有看頭的隊伍 大家一來可以重看他們的比賽 二來也在第三階段 開始留意一下他們更多 主要我就有兩隊 想推薦給大家 第一隊就是費城融合隊 英文就是 Philadelphia Fusion 他一開始在第二賽季 就有新的輸出玩家EQO加入 就令到他們的輸出陣容 又更加全面穩定 但我覺得最有看頭 和最大明顯改變的地方 就是他們主打玩家Fraggy 自從他改變了他的打法之後 成功令到隊伍的戰鬥能力大幅增強 甚至令到整個費城融合隊 去到最後一場 和紐約進步者的季後賽冠軍戰的時候 甚至打到最後一場才能定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隊伍的實力提升是不容小趣 接下來第三階段 應該也算是一個很有看頭的隊伍 另一隊就是洛杉基鬥士隊 就是LA Gladiators 他跟剛才說的費城融合隊 有最相似的地方 就是他們本身主坦的玩家 也不算特別好 他們自從第二賽季加入了 本身來自London Spitfire 即是倫敦戰機隊的主坦玩家Fisher之後 成功令到他們的打法陣容更穩固 自從他加入了LA Gladiators之後 成功令到全隊的階段分組曾經踏入頭三名 甚至第二名都試過 接下來這個隊伍也算是一個 on the rise 一直提升實力的隊伍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去追蹤他們 所以今次這個鬥陣快報的Weekly News 就來到這裡 首先一開始都是跟大家說一說 不好意思 一段時間沒有出到這個系列的款式 期待的觀眾 多謝你們一直的支持 沒錯 另外我也想接下來 改一點點的形式 每次報的內容可能沒有那麼多 因為一集這些片戰很長都很辛苦 都需要很多心機 所以可能有些沒有那麼急的新聞 或者沒有那麼急的消息 可能就延遲一點 一個星期才再報 盡量把這些片的長度減短一點 令大家看得比較方便 好像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支持和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幫我按LIKE 有興趣繼續支持這整個系列 和支持其我再去拍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方的訂閱和提示鐘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 沒錯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要說的話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